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了空中巴士一百六十架两百亿美金 另外就是法国给中国大陆的造船的订单两百亿人民币 还有很多其他包括了文化的农业的这些相关的交流都非常的多 商业的备忘录这边大概有三十几项 或者五十一项声明当中洋洋洒洒 但里面其实有几个重点其实影响还是蛮深远的 嗯好我们我们再看就说属于商业性的大班的部分 那当然很重要因为那那那表示没有什么脱不脱钩的不但不脱钩 而且关系更更深化 当然法国在中国做做生意由来已久比如第一座的第一座的民营的核核电厂 那这是发麻痛做的 那在在在广东那中国现在呢所有新购的客机里面的几乎呢都空巴波音的几乎都已经被扫扫地出门了 那就看这一次中美呢对台湾的这次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方是不是满意 你看呢美方的代表团进来能够能够做些什么就知道了 也因为这个空中巴士的这个订单再加上空中巴士要在天津设第二个生产线 这件事情雷蒙多其实有点急了 这那个第二第二条生产线除了表示呢空巴的组组装的几乎都在中国完成之外 第二条生产线出来了之后呢一旦自己的飞机组装完成未来亚洲的很多的空巴各个机 都是可以在天津组装的那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个影响就很大了这个市场的几乎呢就是空巴吃下来 空巴并不是只有法国我们讲的空巴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跟英国一点点主要是呢法国跟德国所以同沾法喜 那法国买买了什么法法国买了呢法国的达菲海运呢也买了呢16艘大型的集装箱船 金额呢也是200多亿人民币那这个200多亿人民币也创下中国造船史上面一次性签约集装箱最大的最大金额的新新记录 至于其他的核能啊等等我想这大家网络上面自己也可以查得到我们就不说 马克龙这次是收获满满满满的不过我们在看待呢看待这一次呢中法的中法的这五十几项的协议的时候有几个我觉得 我觉得特别的看点比如他前面前面第一大项是加强政治对话促进政治或互信 这很重要了老实讲今天对中国最在乎的是如何跟欧洲跟全球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的这些的国家能够建立足够的可运作的政治互信 而这次跟法国谈的非常好嗯好那里面里面谈的几个几点啊我们我们光就第一大项的其他的大家自己看啊他说中法将延续两国元首年度会晤机制就是每每年要要不然你来要要不然你去我们会继续的场见面对啊那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的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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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中方高层交往战略对话高级别财经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等等等等同意连内举行呢刚刚讲的三大机制的新一次的会议这个是我我觉得说这几年我观察中国外交的特性当他签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他不会说啊我们下次碰碰碰碰头再来谈没有没有没有那种觉得想要去拖拉的感觉就见即履即谈好这来我们马马马马上敲好我们我们下下次见面开会呢是什么时候就像你看到呢为什么他 跟沙特跟伊朗的那个三角形的会议结束了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时时间了整个的中东换了人间了那种的感觉就是中国是见即履即是在推这些事情好了第三点中法两国重生愿意在相互彼此了就尊重了彼此主权跟领土完整的重大利益的基础之上推动了就说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 发展第四点是我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第四点是中法两国同意深化战略问题的交流特别是深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与法国军队太平洋海区之间的对话加强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相互理解这一点最重要军事上面的交流互相交换意见 我我相信美国日本这这些国家澳洲这些国家AUKUS看到这一段就就知道他们把法国给得罪了之后真正的伤害在这里 AUKUS呢太不给法国面面子了就是你美国硬生生的把我法国传模都已经做好了第一艘都已经在线上在建了定金的初期都已经开开始付了 结果你把这个订单全部都捞走捞走了之后呢好像呢也也不用特别的道歉了那澳洲当然在在这个里面因为结盟成了AUKUS 法国呢就被扫地出门了本来这个订单是法国拿到的那你把法国扫地做出门以为就没事了嘛 法国呢这次进进场 过去我们很忽略就说我们总觉得英英国跟法国距离很远距离很很远在太平洋没有什么角色把错 结果这一次法国就告诉你他在南太平洋还真有角色他在南太平洋我们在过去读读地理的时候呢太太平洋的岛屿分三大群吧就是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然后呢就是波 波罗尼西亚波罗尼西亚因为在国际换日线以东其实以亚洲对地缘的理解上面来来讲就是呢密克罗尼西亚跟美拉尼西亚都管管管管不完了还管到波罗尼西亚顶多你会听到大西地啦啊复活岛啦这些因为是度度假岛飞到那个地方就天涯海角的意思逼我们飞到呢飞到呢纽西兰就已经觉得非常远了到所罗门你都觉得那到底在哪里但是因此你不会注意到那一块但是你不会注意到那一块 那一块几乎都是法国都是法属殖民地对到目前为止还是法属地而且他的经济海域非常非常大那里面的对法国来讲有一个最重要的岛屿叫做新克里多尼亚新克里多尼亚你在地图上打开他还不算是一个太小的岛相对于相对当然没有没有没有像是呢新几内亚这么大也没有像像是所罗门这么大不过还还算是一个不小的岛屿尤其他有一些的 矿产是很很特别的可是这个新克里多尼亚是法国的属地新克里多尼亚之于法国就像关岛之于美美国的如果呢把关岛当作是他的太平洋控制的军事的重心那法国呢在在太平洋当作军事重心的就在新克里多尼亚新克里多尼亚美国把把关岛拿捏的死死的同样法国也把新克里多尼亚拿捏的死死的他其实就在距离澳洲跟跟夏威夷的 中间不远的地方所以当你们欧克斯签了之后把我法国撇在一边的时候我就看法国什么时候发发作这次他到了中国之后发作了其实这件事情就直接放在他们的第五点对不对第四点那前面讲的是元首定期的往返好定期的会面光是这个定期会面这件事情在一个国家的这个相互外交上面扮演的角色就已经非常高了好那更不要讲其他的那种高 其他级别的互相往来你要知道全世界193个国家能够这样元首定期往返的国家其实彼此之间不多好但是呢这个部分呢恐怕是全是我现在看到的评论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然后跟这个法国的在这个区域范围内的太平洋战区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他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军事上面的互相交流那就是法国告诉你说欧陆的部分我当然不可能跟你有什么样的牵扯 但是我唯一可能跟你有牵扯的就是在印太地区我的军事布局 而我的军事布局我们彼此之间是要资讯交换的这对美国来讲他在做全全世界的这个唯一中国大陆的这件事情上面这个破口太严重了 嗯因为新克里多尼亚我我之前会稍微注意他除了我过去对对太平洋这些岛屿呢 你好会背这些太平洋的岛屿哦对但是因为因为他每次有事情的时候呢我就稍微注意一下那这个新克里多尼亚因为我记得他是去年还是前年他才刚办过一个独立公公投可是在独立公投没有没有过就他们说他独立于法国了但是我们我们想继续跟法国在一起比例还蛮高的所以我说呢法国对于新克里多尼亚的拿捏把他当作是呢在太平洋当中最重要的战略支点这件事情不会变 他对新克里多尼亚的经营啊是成功的比他在非洲的经营成功多了好那这件事情跟中国呢在在前面的前面的就是说呢六六六项的就是说呢政治互信有关的有关的内容里面第六项呢就是法国之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第五项是什么第五项是中国呢就法国支持中国深化与欧盟之间的中欧的就是说呢战略伙伴关系意思就是说中欧之间的关系呢 现在是比较疏离的但是不管投资协定啊等等法国呢是支持支持的支持呢中国继续跟欧洲深化了双边的发展关系可是呢第四点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点不够内行的人是看看不懂的你如果没有长时间注意你就不知道法国呢为为什么跟中国谈了这一点这一点的影响 谈这一点除了表示法国对于之前这么大一笔的订单全世界的潜艇订单不多哦愿意去做前潜艇的订单的步步不多做能够做的更少对结果你把我抢走然后你们呢你们三个呢三个呢就昂格鲁萨克逊国国家把我这样一个法兰西民族法放哪里就就就端走了 好那端走就算了端端走之后呢憋着憋着气可是呢当今天呢法国呢他重新的开始要重视呢亚洲的地缘问题他是有有角色的他刚好呢在在整个的太平洋的所有的所有军事战略部署的那个新克里多尼亚觉得最核心的位置上他距离澳洲有多近非常非常近所以呢当当法国的态度出来之后我不相信美美国会会觉得很麻烦 就是法国在亚洲在太平洋也走他的独立的外交跟军军事自主的路线那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法国跟中国签这个东西南部战区呢跟跟了法国的太平洋海区之间的沟通的协调沟通协调当然是很抽象的字眼但是他一定会让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就是你们在南海搞的事是 这件事情我不参加南部战区就是负责南海当然他不见得就说他整个靠到中国大陆去要做这样的解读其实有一点太过头了但是他也并不打算与中国为敌所以美国想要拉拢他去与中国为敌对不起他say no其实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如此不过这一次马克宏也包括了就是从去年底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在去 去年10月21号还是27号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个期刊呢他有特别访问了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伯恩斯好然后呢就说哎那20大20大之后你判断中国大陆呢整个政策方向是往什么地方走好那伯恩斯说呢整个中国大陆呢会更重视他内部的社会经济 嗯那么原则上呢短期之内呢不会把眼光放在中国大陆之外嗯那是去年底的时候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这样说哦嗯那现在你回头来看难怪美国如此的高度误判中国大陆嗯中国大陆没有内卷嗯 他也没有把他停留在他整个的这个内部里头他整个对外走的那个态势是非常的快速的你看到习近平访问沙尔地阿拉伯然后接着后来的这一个今年的这三月份的沙伊 这一个新疆的这个这个这个书记好新疆新疆新疆省委书记嗯马辛瑞嗯现在正在代代表团访问中亚嗯所以我们刚刚在形塑的那一个整个的大环节美国以为中国大陆就会用关门的方式来管理自己嗯其结果是他刚好相反他不但开大门嗯而且现在一一在战略上面已经把美国的盟友 一个一个拆解了嗯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这中美的竞争 我觉得完全美国看起来有点应对不及嗯那在在国际政治尤其现在中美两强对抗我们动不动都喜欢用休息底的陷阱啦然后然后觉得因为这种的这种的就是说林林合适的分析逻辑他会让大部分比较容易理解觉得只要中国得得分就是美国是是分中国在做 做什么东西一定就是在搞搞美国嗯不过我的我的我的理解不太一样了就我觉得中国去经营跟法国的关系或者不久之后呢巴巴西总统鲁拉也要来跟跟经营巴西的关系或者呢今年以来经营这么多国家的关系他跟经营这些国家的关系绝大部分的就是中国重视跟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当这很合理他他并他并没有意涵的一个就是我就要借着拉拢你然后来削弱你美国 美国的美国的影响力然后呢增加你美国的痛苦但是他会流露出这种味道的经常是因为美国刻意的想要去呢瓦解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在过去我们讲过美国就变成反瓦解了对过过过去我们会我我曾经讲过很多回就是我我觉得美国有有需要去检讨一下美国的官员们为什么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要把批评 中国去就去去挑拨中国跟你现在所处的那个国家的关系当做是你的第一要务而且都会成为你到那个国家访问或者开某一场会议的重点就是我今天又在这个地方把中国呢凑了一一顿中国不在场但是呢你总是在各个场合当中去凑中国 过去过去当西方的体系里面到了21世纪之后看着中国决决起之后西方体系里面确实都有一种中国崩崩溃论那种中国崩溃论大家已经讲很多了那种中国崩溃论多多少少因为你主观的期待他会影响到包括一些智库包括一些研究单位在判断中国接下去到底要做什么时候呢因为你主观认为中国要崩溃了所以你会过度的膨胀 中国在面对某些危机的时候他的那个危机社会的特质其实远远没有你想的这么的严重但是很遗憾就说在这些的分析不管是智库或者是一些的政府官官员甚至于呢美国的美国的中的中情局我我就最近几年我在看你们的分析的时候我看他们的分析我都觉得你你是不是太受到你主观上面的期待你太想看中国崩溃了所以你只能够去引导大家去思考 仿佛大家念念咒语用念力想把中国给念念垮因此你对中国所有发生的一切你都做了非常不符合现实现实的预测事后来看几乎都错中国对了你说那三年大议之后呢尤其去年中国的中国社会在经济了社会面向了叫要解封啊等等他呈现了某种的社会当当中的乱象 可是那些乱象相对美国今天是社会当中呈现了乱象我觉得根本就是小屋见大屋所有你曾经认为的包括白纸运动啊等等你都觉得会很夸张或者解封了之后中国大陆会死多多少人中国大陆会乱到的今年的六月份啊后来你你记不记得当他去年12月11月解封的时候所有西方媒体认为起码乱了乱到今年的六六月份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啊 今年一月八号之后呢他就全部的开放了之后开放你发现他就是开开放没错而且你进去跟你在台湾没有什么差别没错那你就表示这些的分析对对大陆的分析很有问题你太想让他崩溃因此你总是过度夸张了他危机社会的特质可是往返于两岸的毕竟我们周围的朋友很多或者我们平常看的新闻可能比美国这些政治人来的更多你们对大陆的判断如果大陆有些朋友说啊你唐强龙 我们不了解大陆那我也只好跟这些美国的朋友们讲你们真不了解大陆你不如多看政经龙峰碑